各位好 今天有很多的好朋友跟长官 还有一些 以前网上网友都很难得在那边见面 那今年的HeatCon非常特别 我们今年 有很多不同地区来的朋友 那在开始之前 我听说有一个香港的梁老师 梁老师在哪边 有在吗 他好像带了50位香港的同学 来参加我们HeatCon 非常的令人感动 所以各位好朋友 如果遇到外国的嘉宾 要发挥我们国民外交 排队的时候让他们插队没关系 这很重要 像世大运也是外国很多 那我们这个场次 比较特别是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 资安从业人员的一些座谈会 那以往我们都在台面下 酸来酸去互相抱怨吐苦水 现在总有个机会在台面上吐苦水 那我们这次的吐苦水 我们请到了几位吐苦水的专家 我们一一来请他们自我介绍 第一位 第一位我们的鸡哥 鸡哥自我介绍一下 这是应该很多人认识他 我hacking已经不太熟了 那我最早在大学的时候 跟Berman是同一个学校 所以因为我们学校数网很方便 就是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没有我没有做偷鸡摸狗的事 然后到97年我跟着陈年兴老师 成立TDL CERT 那之后一路就是做资安的这一块 那中间经历过几个台湾的原厂 国外的原厂 那最近一个工作是在发爱做大中华区的 那个AC pre-sales 对 鸡哥在我们业界非常有名 而且非常资深 经过这些大厂的一些工作 所以有一些新的角度跟新的观点 我相信可以跟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收获 鸡哥请坐 第二位我们请 我怕念错你的名字 石美琪对不对 石美琪小姐对不对 资策会石美琪 大家好 我是代表资策会 然后我主要的工作 对我是石美琪 然后我主要的 以往主要在做的业务 主要是以产业推动为主 然后今年我们开始有在针对 资讯安全这块 然后我的工作是在国际的接轨上面 然后会比较多的着力点 然后今年也会在资安产业会办 开始针对社群 会开始跟大家有多一点的交流 然后还有新创的辅导 也是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 谢谢 请坐 下一位我们资策会的寄演所 我怕念错你的名字 还是你这么介绍 大家好 我是资策会寄演所的王兴祺 因为名字太难寄 所以叫汪汪就好了 那我是现在在 刚刚有说是寄演所 之前是在寄服 然后到中华 然后又回来寄演这样子 那主要就是 现在还是在从事一些 就是建设 然后事件处理 跟二一城市分析这一块 那我的路美其实也是这一块 那其实现在是在走研究 跟食物领域的一条 我觉得可以合作的路线 对 大概是这样 好请坐 今天还是这个小瓜呆 呆哥 在各位前面面前 我真的就觉得非常之渺小 因为我叫邱博生 那之前的工作 其实是在某一个系统整合商 当一线工程师 那当然就做一线工程师 做到变二线 就是变support support这样 那就是跟最后 通常都是跟资安有关系的 网络的资安设备之类的建制 然后架构规划 大概也是这样 对 所以我的经历就没有 前面几位这么的丰富加精彩 没有 他也是我们今年HECON 这几年很重要的干部 好 那下一位 TT 应该不用介绍了 请坐 你不用讲 请坐 我今年那个 对 那个过去是 有一点技术背景 然后现在每天就是靠嘴巴在赚钱 然后 今年是第13年的HECON工作人员 然后 我很明显是来充速的 就是今天我们应该要 那个留多一点时间 给在场的专家多讲些话 那 对 那大概这样子 好 第一请坐 我们今天进行的方式 跟各位讲比较特别 我们会请其中几位语谈人 会发表一下他们的一些看法 然后一个人大概十分钟 那有些有些没有吧 基哥哥没有 我也应该没有 所以是 你们三回 对 现在先谁 谁开始 你有slide吗 没有 有slide 有slide是 你有slide要放吗 基哥没有slide可以讲 那 没有 我想先把slide讲完 slide先讲完 对 我们今天很 我们今天很freestyle 对 好 那 石美琪小姐之前 有帮这个 台湾的资产产业 带团去 去以色列参访 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那 她等一下会分享一下 有关的产业 还有 这边的看 以色列这边的看法 我们等她一下 你只有十分钟 不要讲太久 对 没有啦 可以讲超过 没关系啦 对 好 好 那现在有投出来了吗 各位大家好 我在今年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主题 它其实是有蛮 它还蛮specific 就是我是要谈以色列 好 然后呢 会谈 特别谈以色列 是因为 我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我们被接到一个任务 他跟我说 我们要过去 以色列 我要带 因为我以往的工作 刚才有提到说 我是做产业推动 所以我每一年 大概都会带几个这种 大概两三团 这种跟商务团 比较相关的 那她的主题 会因为我所接触的产业 不同而已 那这次我们的主题 是以资安为主 那所以我在 今年六月的时候 后来就我们把整个行程 安排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带了一个团过去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一听到这个以色列 其实就跟我讲说 这个地方都在打仗 你确定你要去吗 我妈妈也说 你这样很危险 这次是不是不要去好了 可是后来我们到了那边 我们在整个组团的发现 组团的时候呢 我们就顺便去研究了一下 以色列它这整个的国家 到底它的背景是什么 然后跟资安产业 又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要去那边 看它的资安产业 那接下来我大概会分享一下 大概算只有十分钟 所以我大概很简短的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去以色列 所看到的 跟资安相关的事情 好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以色列大概的背景 那我自己的结论是 他们有一个 他们所磨练出来 一个非常的强悍的 这种创新的因子 那其实我们这次去 主要去看以色列的主题 就是要再讲 他们的创新这件事情 我图了一段话 他们现在这个总理纳塔亚胡 他所讲的一段话 从这段话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他们这个因子 为什么会这么的强悍 因为他这段话里面 他讲的是说 他们以阿战争打了很久 跟阿拉伯 可是他讲说 阿拉伯如果输了 他不过就是出了一场战争 可是如果我们以色列 我们去打仗 我们把我们的武器放下来之后 我们输的不会是一场战争而已 我们输的会是整个国家 当他们在面对很多事情 整个他们在面对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整个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要当兵 在他们整个生涯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在面对很多态度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去面对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工作态度的 好 那我做了很多产业推动 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的 做产业 就是在产业上的人 他常常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台湾的市场真的太小了 所以我发挥不出来 所以我这边大概 让大家remind一下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台湾的整个的国土面积 差不多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然后人口大概是两千三百万人 但是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呢 如果还没有去过以色列 应该还有 有没有人没去过以色列的 好应该蛮多的嘛 是是是 所以那我们就来看看以色列 当我们在觉得台湾很小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以色列 他的国土面积是两万一千平方公里 相对于台湾 他只有三分之二大 然后他有三分之二的整个国土 其实都是沙漠 都是平原 都是高地 就是一毛不把 非常平级的这种的地方 然后他人口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 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 大概八百万人 整个全球人口大概 整个全球 大家知道他们以色列是以犹太人为主 那全球大概有一千 一千五百万的犹太人 那大概有一半以上都在都在以色列了 好 但是在这么少的 这么少的 这么平级的资源 这么小的国土 跟这么少的人口数 我们看看 但是我们来看看以色列 他的 他在国际上的一个成就 他在美国NASDAQ上市的公司的数量是 在 是全球排名第三的 他仅次于 现在的两大强国 中国跟美国 第三大就是已经是以色列的公司了 再来我们刚刚讲的是资源产业 以色列的资源产业 他在全球的市战略 其实是 其实是排名第二的 他仅次于美国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去看他们的资源产业 大概全球财富 Top500的整个公司有90% 在用的他们都在用的 就是以色列他们的资源的软体 或者是他们的软硬体的产品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说 其实全球我们看到的科技大厂 像Facebook 苹果 Google And Intel 这几个国家 Intel它在海外设的第一个研发中心 就是在以色列 为什么 然后Google 它在中东设的第一个研发中心 也是在以色列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边又再扩执一下 以色列开国总统 他说呢 你们只要给我一碗水 一个种子 我们这整个犹太民族 我们就可以生存下来 好 我们来看看他的 其实刚刚在讲说他们 为什么Google大厂 很多大厂都会想要去 像去以色列去设他们的点 去设他们研发中心 为什么 好 我们来看看 其实他们就是他们的 整个的新创的人才 加整个的新创的产业体系 其实是已经建制的非常完整的了 这边大概 这边整个图其实说得很清楚了 你可以从上面看到 它从官方学研跟产业 它其实是 整个的生态系 它是建构的非常完整的 那会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影片 再给大家参考 那这边我就不多说 那只是我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他们 以色列在这块 它为什么会这么的强 是他们整个的生态链 其实是建构的非常完整的 第二张 你们会看到这张图 其实长得有点点怪怪的 可是这张图 它代表的是什么 你们看到很多红点点跟蓝点点 对不起 绿点点跟红点点 那绿点点它指的是 中间有个很大的一块 红色这块 红色这块 它这块指的就是说 在以色列他们有个创新局 他们这个单位 它专门是去扶植很多的新创公司 所以你看到有个绿色的那一圈 它就是它所扶植的绿色的 它所扶植的公司 就是围绕着它 它在赚的 你看到旁边有一圈绿色 那绿有大有小 就是它所扶植的公司的成长之后的大跟小 然后你又会看到说它后面在 后面又再衍生了一圈是红色的 红色那一块呢 就是因为这个绿色的圈够大 所以红色的圈也开始跟着变大 那红色圈指的是创投业者 当你的新创数是够的时候 创投的业者 他们也会因为你这样子的新创 然后开始慢慢被你吸引进来 然后你再看看 每个慢慢就开始再扩大到各个点去了 这是我们看到 以色列他们的新创体系 所建构出来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新创 那第二个是 我看到的重点是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他们是 当他们去找到一个很好的技术的时候 他们会把这样子的技术变成商品化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说 以色列他们有 他们在 他们的国土 刚刚有讲到说 他们有67% 全部都是沙漠 沙漠外的地方 几乎也都是平地 都是高原 这种很不好居住的地方 所以以色列他们有个很特殊文化 是他们有个集体农场 所以他们集体农场 他们其实就有点像一种社会主义 他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边 他把某一个地方呢 把它绿洲 把它绿洲化 让很多人都可以在这边生活 所以他们集体农场 大概整个 整个以色列大概有两三百个集体农场 那这个农场是在做什么的呢 他除了种植以外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从名字看得出来 他是在 他是在专门去种 稻田 或是粮食的 那 但是这整个农场 他已经像一个微型的社会了 里面有学校 有医院 甚至还有养老院 还有健身房 就是你们可以想到 一个社会该有的元素 他几乎都在这里面了 这个集体农场 他们这个集体农场 大概只占他们总人口数的 大概5% 可是他能够供给的 全球的粮食需求量 是可以到整个的50%了 其实这以一个农场的 这种效率 这种效率来看 他其实已经非常亮眼了 因为他只有占 他可以一个人的生产量 他是可以到十倍以上 去供给整个国家的 可是他们这样子 他们就满足了吗 我们来看看 他们在这里面 其实农场里面 他们又发挥了什么事情 你们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我写了自动地灌技术 这个地灌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之前有一个农艺 一个以色列的种花 种草的农艺师呢 他有一次在他的花园里面 他就发现说 这块地 为什么那片的植物 它长得特别的好 他觉得很纳闷 可是因为我的植花的一样是普遍的 他就发现 为什么那块长得特别的好 他就去观察 发现原来那块地的水管 它在那个地方 有点点小小的破洞 然后所以水不断地渗透出来 然后他就开始去想说 原来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可以让植物长得更好 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说我让水非常非常少的去灌溉它 但是我持续不断地去灌溉它 这样的方式不但 不但可以让食物长得很好 而且他在蒸发的那个也会变得很低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因为以色列缺水 那他可以非常的省水 他们就发现了这样子的滴灌技术 然后再应用在他们的农场上面 让整个农场的效能又再更发挥了 可是这样子之后 他们又在让自己更加的进步 就是说我不只是放在农场上面 我还希望我的这个样子的技术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出口 我要出口到其他的国家 之后他们这个滴灌技术 之后整个发挥发展了到了全全球去 因为被很多人很多全球的公司 很多全球的地区 都发现这样的技术非常好 因为它可以非常的省水 而且而且非常的有效的利用到资源 现在这一家公司它叫Netafin 它现在整个已经是到了总共110多个 我家都在使用他们的 你可以慢慢讲 没关系 还有时间 总共有 他们在全球大概有13、13多工厂了 27家的子公司 现在整个全部的员工大概有到4000多名 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是当时我们在参观他们集团农场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shock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说很多东西 但它就是锁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发现我们台湾很多时候 这样子技术做出来了 可是它就是把它 但可惜没有把它商品化 那我觉得这个滴灌技术 感觉上它其实就是用在农业上 还能够用在哪里 可是但是在以色列 他们却把它发挥得很好 好 那其实就是说 我现在再重复一次 就是说我在以色列 我看到他们很强的地方是 第一个就是我也这边在鼓励各位 就是如果你们想要新创 或是你们手上有很好的技术 因为我发现台湾其实 不管在DEF CON或是什么样的竞赛 其实我们在资安的技术上面 是非常非常强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缺乏了一个动力 就是我们让这样子的技术 变成一个商品 当它成为一个商品化的时候 我们整个产业就会跟着升级 整个新创这块也会跟着升级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们发现我们在跟每一个以色列公司 我们在聊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一开始的定位 他就不是只有在看他们以色列内需市场而已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 他的人口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 国土更是非常的平级 所以他们的一开始的定位 他就说我会做全球 他不会说我先在国 因为我有时候会跟台湾的厂商聊 他会跟我说 我先把台湾的市场做好 我再来去走国外吧 可是我发现我在跟以色列人聊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 我一开始我的定位 我就是放在全球 那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个 也是很重要一个成功的因素 好 那我这边就大概在 其实我们整个的行程大概是八天七夜 然后其中我们除了刚刚讲的这种 我所观察到的一些事情以外 其实我们整个行程也会去拜访当地的厂商 然后还有当地的这些工协会 然后这边是我们今天的照片 就给大家参考 那再来是最后 我再大概稍微管靠一下 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是在做产业推动计划 然后跟资安相关的 所以我们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参访这件事情以外 我们还会做meetup的资安小聚 那欢迎非常欢迎大家一起过来 吃吃喝喝聊聊天 那我们会邀请几个 就是业界这种比较导师级的 然后是这种大老型的 他就他可以很会去 很会去教大家 然后他很有这种资安的专场的 然后他会去在这个资安小聚里面 去帮我们做一些分享 分享完之后 我就会请他走下台来 跟大家做一对一的 这种比较小型的这种原作交流 所以它是一个很轻松型的资安小聚 所以到时候也欢迎过来 另外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FB的粉丝团 我们也开始 我们也开始要成立了 所以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然后跟我们一起做交流 最后是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非常的注重资安的新创这一块的产业 希望能够更多的发挥 所以如果你现在非常有心想要做资安的新创 或是你已经在做 或是你未来你也想要在做资安新创这件事情 也都欢迎你跟我们联络 然后我们在场外S8的摊位 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就可以来找我们 OK谢谢 好谢谢石美琪小姐 掌声鼓励一下 那我们今天轻松一点大家坐着讲 如果要有投影片的话可以上去讲 没关系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 大家随时可以打断 下面也可以问问题 以色列这边我有点涉略 我前公司是以色列 我现在离开以色列公司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 其实以色列最赚钱 最高科技的公司 竟并不是资安产业 他们是以水利跟农业最高 所以他们的海水淡化厂能力非常强 第二个是珠宝切割业 他们那边全球好像钻石切割 大部分好像都是在以色列 所以资安才是第三第四而已 但是他这几年 这十年来已经扶植了 至少四百多家的资安新创公司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你刚刚有提到一点 我觉得很多人说台湾是市场太小 其实台湾人是胆子太小 台湾我们害怕失败 所以我刚刚在会前跟市美校聊天 台湾的VC或者是我们政府的一些专案 都很怕失败 所以KPI都定得非常奇怪 跟保守一定会达到的 在定KPI之前就知道 KPI一定会完成 那以色列是允许失败的 对不对 这是你刚刚提到的一点 他们是很敢冒险的 所以他们认为失败也是一种成就 那我觉得台湾现在谈很多新创公司 那我觉得有一个聚会 大家应该去参加一下 叫失败者年会 各位知道有一个就是分享 就是创业失败的心得的 叫失败者年会 我觉得是很棒的 因为台湾人对失败感觉是很排斥的 那我记得去年来前年 失败者年会的这个大会 上面还有心理智商师 怕有人讲讲去自杀 所以有个心理智商师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讨论去讨论失败 成功不会有model 但是失败有一个模型在 那去了解别人怎么失败很重要 对这是我想讲的 那我们下一位请 新奇的 你的投影片在上面吗 好好好 分享一下他的一些观点跟看法 这个是 投影片 OK 大家好 我是资策会资安所的 寄人中心的新奇 我的名字不太好念 也不好记 那英文我就取了一个比较 大家比较记得起来的 叫Angel 就天使 对 那就大家大部分私底下都叫我旺旺 的比较好记一点 那其实我 其实想跟各位分享一些就是 我进资安界的一些 我看到的东西 跟我看到一些问题 虽然我脑袋不一定有解法 但我看到许多问题 那 毕竟进资安领域也 可能有人比我多 可能有人比我少 就是我在资安领域大概七八年的时间 那大部分就是 专精在资安的食物的方面 比如说像是一些 我们自己知道的 做IR 做监视 做逆项 做RE之类的 那做PT 做洛嫂 做生动设施那一块 就是属于比较攻击面的那一块 我就比较没有在里面 只是说整个资安链大概怎么创接 大概就是在里面混了大概七八年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资社会 一直想要做一件就是人才培育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人的问题 事情很多 然后很多需要domain knowledge的东西 需要那个knowledge based的东西 我们没有人进来做 应该不是说没有人力进来做 是没有合适的人进来做 那就看到一个问题是很多东西需要有经验的人 他不是一个可以做SOP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发现做IR也需要IR的人 做PT也需要做PT的人 那你就一直在这个框架里面打转 然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人进来 你的薪水也上不去 那你的事情就越来越多 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有热忱的人 其实我现在的观念跟想法是 我比较正向一点 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 其实如果需要人 那我们就开始训练 我们只需要你有热忱 你在你想要投心力跟心血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可以把你带起来 不要说是谁带谁 应该说是引进门 那引你进门之后 我们可以大家之后可以教学乡长 Cowork这样子 但是我现在的想法也是我们找人一个 我们第一个都会问说 你们对资安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是你有没有想要在这个行业 学一点东西 其实主要的想法大概就是说 这一页先不要看后面比较负面 这主要想法其实我的想法是 我比较不想要待在一个很stable的环境 也就是说资安业也好 大到科技业也好 其实都不应该局限在说 五年后你还是在这个位置 十年后你还是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大概目标你可以设定在说 两三年之内你有什么样的经济 你准备好迎接两三年后的挑战跟变化了没 对这是我们现在的想法 以及我们现在招募的人 会想要有的一些撞击跟一些冲劲 当然我们也是因为看到一些资安的情况 其实因为我过去在季服 曾经stable过一阵子 然后到中华电信也stable过一阵子 不是说他们不好 就是在那个环境底下 你会开始害怕自己渐渐失去一些能力 一些就像有一些动物是有攻击性 但是被养起来久而久之 他就是会没有对外谋生的能力 但其实不是不好 因为毕竟有家有小孩 有家有一些顾忌 其实很多变化不敢去尝试 也会害怕失败 那我其实有这样的环境 因为我不太怕失败 就大不了就再去别的行业 不一定要在职安 对我的想法就是我不一定要在职安 我不一定要回来科技业 我不管到哪里我都可以生存 我即便失败了 我就回头去做便利商店的店员 我也OK 对我觉得就是敢去冲击敢去冲就好了 那是我们现在就是我面对资安产业的一些心态 那因为面对太多一些政府机关 金融客户那种都属于比较安定安稳的 他们其实很怕绩效这种东西 那他们政府机关有些高层主管 他们渐渐意识到 近几年渐渐意识到 资安的一些威胁的重要 所以他们把资安这种东西归在IT的部门的KPI 或者说你们今年不能出现几个资安事件 或是你们不能接到季府的通报 或是什么什么 你们要在多少时间内去完成这样 这都是对的 但是对于他们 他们就觉得说正影响到我的考基 对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就会是负面的 就是你们都是你们才来影响我们的考基 对会这样子 所以他们会找一些责任规避 比如说我们去服务客户的时候 你没有找到他直接证据 他会说我们电脑受害是你们讲的 你们没有直接的证据 对那为什么我们会没有直接证据 有时候因为他们遇到状况第一件事 电脑遇到状况第一件事 你是重灌 那他们有时候已经做过一些前置的处理 所以他们没有留下太多的轨迹 让我们去做事件的回复 跟一档案的回复 跟一些现场事件处理 他们没有 或是他们怕就把网路线直接拔掉 其实很多证据在这个动作之下都会少很多 也就会增加我们的AF这样子 那其实归咎回来 资安部门以前我进资安厂业 资安界之前 其实有很多学校的老师就有跟我说 其实资安圈大部分在大部分的公司 他不是主要的生产线 不是主要赚钱的部门 大部分资安的那个部门都是拿提预算 然后我要买什么 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需要多少钱 那老板对于资安 他的priority都会是排比较后面 这也是另一个问题 那近几年有比较好 是因为大资安议事起来 政府愿意投新鞋也有很多 但是其实那只是仅限于一些政府机关 资安金融机关 面对一些IC设计 一些比较传产的产业 比如说某些公司 他是做power的 他可能就觉得资安部门我该做 但是他不是我的首要赚钱的那条线 他还是会对资安能源比较偏 像是你们24x7在用 对 就没有研发自主的那种想法 那 其实那个资安是 资安议事会起来 其实是因为资安的事件频传的关系 对我们最近的前阵子的Wanna Cry 跟在之前的地营ATM 或是今年年初的Apache Structure 其实那几个弱点跟漏洞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们都已经知道 只是说没有人攻击 没有新闻 是大家不重视 就像消防 我觉得每次消防演练 如果消防演练 没有某一个大灾难的火烧事件出来之前 大家都不会想要去听消防演练 然后只要有某个火灾事件比较严重 大家都会想要赶快去听消防演练 就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的心态 也应该说是谢谢这些人 也让我们更有饭吃 只是说做久了 就会开始想说 那我资安工程师可以做多久 那我之后要怎么做 我要转做顾问 做集合员 还是做创业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方向 我个人不设限 你要 就是我未来想要走什么方向 我只知道说 我需要更精进我的技术 然后我要培育 后面可以来接我现在工作的人 这是我两大的想法 对 那对于我 就是因为我们资车会现在在人才招募 我们对于人才的培育 我个人会从工具操作先开始 然后直接上战场 就去接案子 就做 做失败了 就上面的 就带的人要想办法去疑难排解各种状况 其实是个很大的挑战 不过我觉得 纸上谈兵不是一项 不是该有的做法 你在下面沙盘演练太久 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所以我会倾向于说 直接就接案子 就直接做 然后做了我们在troubleshooting 然后我们在培育后面的分析的能量 那讲了这么多 其实S8 我们在S8 对 资车会在S8 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摊位去看一下 我们今年人才招募的计划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谢谢欣奇 那 我现在还有一个 等小读瓜在讲完 我们在一起讨论吧 好不好 换你 时间有限 那人才非常重要 刚欣奇提到一点就是这个 牙膏提的关系 就是要找一个人来提 对 资战人员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人才的数量跟品质都是 一直都是不够的 对 好 那在他set up之前我顺便打个广告 刚刚我遇到我们之通电军的长官 他特别要求我帮忙打打广告 我们现在如果各位 如果现在是学生 又未来要当兵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 国家军队这边有专门 做治安资讯的部门 那欢迎大家踊跃去争取 因为家籍都非常高 对 我帮忙打广告 你不用去扫地了 但是你可以玩键盘跟滑鼠 好 ok 前面都好严肃 那我们来讲笑话好了 就是 那个 一线工程师的一些心酸鞋类 就 让大家开心笑一下 那 那 这刚刚讲过 就是曾经在SI一线 后来做一做变二线 那 其实对台湾的资安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期待 就是 虽然说不起不带不怕受伤害 可是呢 就是受伤害还是很开心啦 因为总是一次一次的受伤害之后 你会发现好像伤痛不会那么痛 好像伤痕会渐渐被抚平之类的 对 好 那个 我们今天就来 诶 好 他发疯了 好 那个十分钟 好像另类的Lighting Talk 然后 诶 没反应 好 分享两个小故事 那 第一个故事呢 是在 那个 某一个行业里面 那当然 大家就不要猜哪一家 反正你们也猜不到 那 身为一线工程师代面是一定要的 那当然就是 就是常常就会被叫去啊 然后什么事都没做 就是 半夜 起床 然后去那边坐坐坐坐 坐到 哦可以回家哦 好 对 那当然 有时候当然不会常常就是天天这样做嘛 就是这样做 当然还是某一天你还是会出事 出事了之后呢 就是 就发生一些状况 那 那个 工程师全部都在想着怎么解决 那虽然说 其实 说真的 就那一个当下呢 其实 就是 其他人都在忙得要死 我只是坐在那里 就因为不光 就是 我只可待命的家伙 那因为出问题的不在我身上 那 耳朵边就会一直听到他们在讲自己熟悉的东西 因为不是我的区域 可是呢 就是 讲熟悉的东西 你就会 耳朵就会 突然亮起来 就开始 啊 你们在讲什么啊 之类的 好 那 他们真的是 花了蛮长的时间 然后突然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个新的系统 图片太美太大 然后他们的频宽被塞满了 然后在银行呢 基本上也 那个当下 其实说真的没有人敢做任何事情 因为 你不能动任何东西 因为没有申请单 所以呢 不会有人 不会有人准你的申请单 所以就没有人敢动任何东西 那当然呢 我们就这样放放放放 然后呢 那个 因为 因为那个 银行嘛 所以系统通通通都有加密嘛 然后就是 就是 它是一个 网页的 东西 那通通都有加密嘛 那他们的 资讯主管呢 就 murmur了一句 就是 因为 加密了 所以呢 我们在听风包之后呢 就发现 诶 这个东西好像 没办法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 就是 他们就找问题找了很久 找很久之后呢 那 主管就默默说了 那个图片可以不要加密嘛 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 身为 身为一个 跟资安有点相关的人 那当然 他就在我面前讲 那我只好站起来跟他说 诶 那个 这个 这个动作千千万万不要做 因为呢 你的网站如果把那个图片弄成 非加密之后呢 各位相信 各位应该都知道 现在的浏览器 你图片不加密 会发生什么事吧 你如果是一个HTPS的网站 就图片不加密 他就会很有趣 而且他还是一个 线上服务 对 然后 那 那个当下呢 我就只好 默默的 跟他说 千万不要 按照我个人的专业建议 不要这样做 那 好 刚刚什么事都没发生 然后呢 就这样过了一整天之后呢 因为那个主管在听到 听到我这样强烈跟他建议之后呢 他就默默又飘走了 然后最后就 那一天 晚上内部检讨会呢 那个 主管就默默站起来说 那个 那个厂商是哪来的 点点点 就是一副就是 小弟大不敬去 去 说了一下主管 那 对 那当然那就是 事后的故事 那 在银行 在银行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 蛮 蛮那个的啦 那 其实还是希望客户能够进步 那当然 当然他下面的 他下面的 第一线的人员 其实都还蛮知道状况的 因为 因为那个 检讨会开完呢 他们 就是不约儿童的所有人 打电话来说 那个 欸你红欸 那个 那个主管都提到你欸 然后 干得好啊 因为 他们讲 我讲了他们 不敢讲的话 对 所以 就是 当然主管也是需要教育的啦 所以就是 顺 虽然说我黑了 反正就 顺便教育一下他们的主管 让他们 未来好做事嘛 那第二个小故事呢 基本上 就是 我们不可以这么悲观 所以我们来讲一些 有那个 好一点正面的东西 那 呃 我分享一个在我 枝牙庄中呢 比较惊艳的案子 那这个案子呢 就是 我理想中 资安的案子 就是 就是完整的 这些东西呢 都非常的完整 那 那 我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 非常的快乐 因为呢 我大概 沟通 跟工程师沟通 大概都不超过半个钟头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瞧完了 真的超级开心的 那 他也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我也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就是工程师的交流 是一种非常快乐的 的日子 那 但是呢 这是 很可惜呢 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一间 台湾的公司 它只是设备放在台湾 资料放在台湾 机器放在台湾 对 那 台湾的人员呢 只负责采购 那剩下的东西呢 全部都是由 外国的Data Center的管理人员 在管理 那所以呢 我的沟通的对象 都是那些老外们 所以沟通起来都非常的快乐 那 今年中的结案文件呢 就是 今年中的结案文件就是呢 我对那个老外的结案文件 大概只有两页的A4 就是做 就是我只有说 我做的所有的特殊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 你们应该要去 去开启的一些特殊的设定啊 然后符合这个架构 然后怎么样去保护你们 你们的Server之类的这些东西 所以呢 我交给他的结案文件 只有 两页A4 可是呢 最后最后最后呢 我为了应付那个 最右上角那一个单位 的人呢 我大概前年后 那一份结案文件做了三个月 那 就是我每天大概就是 在外面跑完行程回 办公室的 就是打开那份文件 然后开始疯狂的增加业数 最后呢 在我交出去呢 他认可的时候 那一本大概超过一 一两百页 对 然后 这就是 非常之经典的 就是我交给老外人 是一个版本 交给台湾人 是另外一个版本 然后呢 是同样一模一样的案子 对 大概就是这样 好 做完这个案子呢 当然 任何人做完这种案子呢 就会对资安呢 是充满了希望 因为呢 你难得会遇到一个 不计预算的 的 的案子 然后呢 可以把这种 我们心目中 完美的架构做出来 对 那真的是我们心目中 觉得 如果我今天要建议客户 我当然是会这样跟他讲 然后这样是最有效的 而且最安全的方式 好 那分享两个呢 其实 需要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 那个 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跟我妹在讨论 她的 她的报告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对 在 在 我跟我妹讨论的对象 其实是日本跟台湾 在日本 那个 测速照相机呢 只要有测速照相机 它会跟你讲三次 所以呢 测速照相机前面会有三块牌子 固定距离 所以你 你只要看到第一块牌子 第二块 第三块 照相机 然后你还可以莫属秒数 就是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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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定就是照相机 那在台湾呢 各位想象一下高速公路上面 那个精美的前有测速照相 那个 大家都知道 那个 有非常高的比例呢 是骗你的 对 那 就是 她 我妹在报告的时候 就是她说日本人真的笑得乱七八糟 因为 没有想到政府会骗人 对 所以呢 我觉得 其实 这其实真的是文化的一种差异啦 那 我会觉得说 这个 这样的文化真的是好的吗 其实 我满 疑问的 那 我满喜欢这句话啦 就是 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那我们常常就会 就是 都不喜欢去面对真实的东西 那你 都不喜欢去面对真实的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 很多事情就是 KPI嘛 定一个完美的KPI 对啊 超完美的 那 可是呢 就是不允许失败 对 这件事情其实 在我 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很常遇到啦 那最后呢 就是 呃 我们会觉得说 自然世界虽然不算好事 但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坏事啊 那 就是 事情就发生了 发生了就让它发生了 我们来想说 我怎么去改善它 怎么去让它更好 那当然会是更好 就是 会是比较好的 那个 而不是 而不是我们一直在纠结的说 不应该要发生 那当然 资安就是 就是面对它 接受它 处理它 放下它 当然 不行的时候 你最后撑不下去的时候 你还是要 就放下它吧 可是呢 那当然 能够尽快 尽你所能的去处理它 其实会是比较好的 那 我们会期待的就是说 工程师可以多多出来接受刺激啦 尤其是 尤其是一线的工程师 或者你就是面对资安啊 或干嘛之类的 出来接受 接受 抵抗这种刺激 去听一下说 到底这个世界上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 最后就是主管的支持呢 当然就是可以让工程师的日子过得更美好 对那 除此之外呢 除了主管的支持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的主管的 知识 知识 没那么好的时候 其实也欢迎就是 把你的主管推出门 把他带出来 让他去接受一些刺激 那 相信 通常人在接受刺激之后 会比较能够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那 希望 就是 大家未来的 资安的 生活 可以过得越来越美好 谢谢 谢谢小花呆 他讲得很心酸 好像快哭了 感觉 做自然工作真的非常辛苦 我也是很建议说 大家可以把你们的主管 带来HitCon 或其他的自然引导会 让他们多了解外面的世界 发生了什么事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接下来 请基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不好 你的一些看法跟心得 因为我 那时候在看到HitCon 在社群场 在做一些生涯分享的时候 我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今天来很高兴 看到很多很年轻的学生 很年轻的朋友 愿意投入这个产业 那我想我从这边 我看到的台湾的产业的状况 我想也让大家知道 那让大家知道 未来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 那在做资安这块 大概在台湾 以目前 我们先不要讲说 创业圈这边 那以目前的这个分工来讲 大部分会是在甲方 甲方就是业务单位 那你们会天天 会做到的事情呢 我早期在那个国科会 我服了四年国防疫 那我也是那时候毕业出来想说 哇 我有高超的技术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其实你会发现 当你埋入甲方的世界了之后呢 技术其实已经是一个 枝尾末节的东西 那很多都在做沟通跟协调 所以你在甲方方面呢 很多都是在做operation 每天有一些 比如说防火墙的这个状态更新啊 server的patch也没有上啊 在做这些比较routine的工作 会在甲方 那有大概 我相信大概50%到60%的 这个资安工作都开在这边 不管是银行的这个IT单位 security单位也好 大部分会是这个 或者说高科技厂啊等等的 那还有一部分会是在哪里呢 就是服务这块面 这方面 服务的话呢 就会是你们常常看到的 这些经销商代理商 去接专案 去deliver专案 所以这边就会碰到很多什么pt 碰到很多你要把系统整合在一起 解决客户的问题这个需求 所以在这一块 其实比较持续的 会接受新的挑战跟刺激 比较能够try到一些新的玩意儿 所以你们如果有自从业资安的话 在这边会有比较多挑战 那反而过来呢 我们刚刚讲甲方那边 其实比较稳定的 所以就会像刚刚Edge有讲的 就是会比较没有挑战 那久了你会担心自己的这个 智气被消磨 还有一块呢 会是vendor 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乙方的部分呢 重点是你接触的knowledge的广度 然后呢会需要一些深度 再往上还有一边呢 就是在原厂 其实就是我历练的大概十几年的这个部分 在这一块就是讲特定领域的深度 你对一个特定的课题的了解程度 那当然呢在原厂有很大的部分呢 大部分的外商在原厂都是业务单位 所以sales driven 你要想办法去唬烂去骗客户 好那我想唬烂就是夸张一点 就是了解客户的需求 如何让你的产品跟客户的目标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好那所以呢你会发现说 以目前台湾的这个资安从业圈 大概是长的这个样子 那还有一块顾问服务 就是consultant Deloitte PwC 这是一块不一样专门做顾问服务的这个质量 这个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OK好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现有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的状况 是这个样子 那我想让各位了解是 每一个领域都有它特殊的一些特性 那你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特性 知道自己的那个习性在哪里 你可以投入适当的一个地方 比较不会让自己觉得很受险 像我自己我就知道说 我不是很深入研究这个 应该这么说 我没有办法在甲方单位被打太久 因为太闷了 所以我就一直选择这个原厂的一个pass 那这个是关于你职业的选择 你选择对了 你的职业就比较跟你的个性合的时候 你可以做得比较长久 那另外回过头来 如果是新创这边 其实你会发现 台湾其实没有什么软型产业 老实说是这样 你叫的出来 可以真的 现在可以叫的出来是趋势 之前有那个什么PowerDVD 那也算是一个还成功的软型产业 除此之外没有了 那趋势呢 它能够崛起 其实也有一部分是他们一开始选 选了正确的战场 跑去日本去IPO 那所以这一块呢 其实我觉得在政府来讲 我发现这几年政府还要说 要扶植台湾的新创产业这部分 我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这边 就是要怎么扶植 那我认为比较适合的扶植方式 比较不要像是原本的这个汽车的关税保护 我觉得那个那实在太low了 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汽车的关税保护 保护了50年 我们台湾有什么汽车产业 没有 OK 那我比较倾向于说我们用以色列的模式 其实以色列这个模式在台湾讲了很多次了 怎么样鼓励新创的 改变我们的新创的环境 然后让新创能够走出国际 那刚刚讲了说台湾的市场 其实刚好我觉得台湾的市场很尴尬 就会让你一个原厂在台湾 你做成立的公司 你会刚好Brain Even 你赚不了大钱 你做得好不会亏钱 但是也赚不了大钱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问题 你怎么样走出去 那我觉得台湾在这边缺很多 如果台湾的新创圈起来了 你就是会变成一个很正常 软体产业的一个生态 所以未来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年轻朋友要投入的时候 我相信到时候大概80%是Programmer 10%左右是这个Researcher 跟Straight Intelligence的人 那10%是其他的专厂 比如说Marketing Sales 那我想大致上 这是我可以看得到未来的一些 就是目前工作的趋势 那这个是其实是值得去参考 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好 谢谢鸡哥 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可能很多年轻的小朋友 不认识鸡哥 鸡哥可是我们台湾第一代 上DevCon的那个讲师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大概幾年了 十几年前 2001 2001 那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因为我那时候讲 2001讲的一个主题是 到底web server有多弱 因为我那时候做完一个research 结论是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web server 大概有50%的机会 被remote拿到share 然后我后来最近才想到 我讲完的隔天出了一个东西 叫Coreat 那支Warm 那我就觉得说 有可能下面人听到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去root 就是HeatCon的前身 其实就是在我家阁楼上面 做第一届的交流 是吗 真的吗 应该是啦 在哪里啊 对 我们这边后来有很多讲 那个DevCon 那个Blackhead的讲师 像我跟TD也上过 然后后面今年的ORANGE 也非常好的成绩 两场都上了非常厉害 那刚刚鸡哥提到一点 就有关这个产业的发展部分 我觉得台湾在于 假设要发展资安的科技跟产业 其实要忽略一点 台湾的软体也根本就不存在 怎么会发展资安呢 资安是based on一个软体 一个投资 在对软体的理解 才会有资安的应用跟服务出来的 台湾的政府可能 比较不料理软体也怎么发展 台湾的VC更无法评估 一个软体的价值跟估值 所以你注意看台湾的VC 投这些新创的自然公司 或者是软体公司 计算是非常少的 这好比我们现在大家喊 人工智慧AI 可是我们的学校 我们比无量的科学教育 还不够扎实 对数据分析跟演算法 还不够扎实 情况下这怎么可能发展出AI 现在国外在喊AI 那些国外像美国那些 都很老牌的学校 都没有研究非常非常多年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思考一点 也许我们要从 比较底层的一些 基础的教育 开始做一些规划 那这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对 难得用这个 原厂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很多工作 那其实 老实说 在台湾自然工作里面 原厂的工作 是薪水最好的 创业 创业 创业要看情况 对不对 甲方跟乙方也是都很辛苦的 那我们 接下来我们请提提问我 分享一下 我就接着刚刚的话题讲 那我呼应一下季哥刚刚说的 那 我觉得 我相信在场 应该很多人都是正在 治安产业中 那 治安从业人员 或者是即将未来想要 以治安当成自己的生涯 职业的规划 那 那 我觉得台湾 治安还没有走到 那个软体业的这个地步 那我觉得第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是 很多治安 有治安skill 治安background的人呢 在思考治安 在做治安的时候 可能你们在想的 通通都是往服务的方向去走 那 治安业其实 我觉得有两个很大方向 但是大部分的治安的人 在思考自己的职业的时候 通常都是做服务 那 做服务就包含了 譬如说 渗透测试啊 你因为 就是我喜欢打网站 我第一个做的就是渗透测试嘛 那 再来就是IR 然后 反正就是一些替客户 替甲方处理一些 治安的规划 或是替他处理治安的事件 或是解决治安的问题 那或者是到了 譬如说 外国原厂的 当成 当一个support engineer 或者是做sales engineer 或者是 当pre-sales 之类的工作 那 但另外一方面 各位看看 就是 台湾其实有很多的 资安的软体人才 讲错不好意思 很多的研发人才 很多人喜欢写扣 很多人喜欢做开发 可是 资安的skill skill set 和开发这两边 其实 一直没有做到很好的连结 以至于 我觉得很少 开发的人员 可能懂资安 或者是 懂资安的人 他可能就 不会敢去写扣 要去做产品 所以 以至于 其实很少 资安的人 在思考说 我要不要 做一个产品 来解决一个问题 而是 就是 我就是直接去打仗 或是直接去做IR之类的工作 之类的工作 我建议 各位可以想想看 就是 如果我能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又有写扣的能力 我们来做产品 那做产品 其实 这才是 刚刚有提到 以色列的状况 其实 政府想要扶植 而且可以走到全世界 全世界的 而且可以做到一个 scale 可以到全世界的这种状况 其实要做产品 我觉得才是 有机会的 才有办法把资安 变成一个产业 在场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范例 Berman 其实 因为他是主持人 所以 他其实 在几次的资安创业成功的经验里面 其实他的思维都是 把资安的问题 来解决资安的问题 然后做成产品 然后让很多人可以接受 甚至是外国的厂商都可以接受 那 那来卖掉他的公司 所以 我觉得这边的思维 其实是一开始 我觉得在台湾 可以让更多人来思考的 我再补充一下 我觉得讲到台湾 大家 讲完一轮好像觉得 台湾很惨的感觉 就是 不是很辛苦 然后前天在哪赛 然后就是做酒 很想换工作 资安工作很惨 但我觉得 大家思考一点 其实台湾的优势在哪里 台湾优势在哪里 我们应该 把我们的缺点 转成优点 这样我们就能走出去了 我举出台湾几个的缺点 台湾市场人很少 市场很小 可是市场小的话 你做marketing很容易成功 我有听过 SI的朋友在大陆 他们办一个研讨会 整个省 办一个研讨会 没有来的效果很差 因为整个省那么大 他一次没办法找全部人来 可是台湾 你办一个研讨会 全部人都来了 所以台湾很容易测试 你的marketing plan 你可以测试这样的行销 小可以拿来做一个实验 一个测试的基地 研发的基地 第二个 台湾人说 薪水很低啊 什么之类 你忘记了 台湾汽水滴现在是优点 我们可能是亚太地区 工程师最多的国家 你可能很难想象 因为台湾普遍很注重工科的发展 先不论说它是硬体还是软体 工程师的数量来讲 应该是亚太地区 数一数二的高 我认识一些日本的朋友 他们说他们都找不到工程师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年轻人都很少了 少子化的关系 人都很少 不要说工程师 人都很少了 然后我认识新加坡的朋友 新加坡的工程师更少 因为他们注重的是 在管理跟金融方面的 台湾长期以来 培养了一大堆工程师 而且这公司又便宜 又忠诚度又高 为什么忠诚度高 因为它跑不出去 我们在岛上面 能去哪里 跑不掉 所以台湾的工程师 忠诚度非常高 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 很多的外国的公司 或大陆公司 日本公司 喜欢来台湾设研发中心 其实这是很重要 我们该利用我们这个 命又贱又便宜的优点 组织一个工具人大队 然后我们要把 第一个 刚刚提到说 我们台湾长期以来 认为说 没有走出去国外 其实我们应该 一开始就设定 我们应该就在国外才对 就不用走出去了 我们把战场的设定在国外 那当然政府都很希望说 用它的资金 或者是资源 来培养一些台湾的企业 可是我建议新创公司 这个你比例要拿捏得好 如果你一开始新创公司 你全额都拿政府的补助款的话 那你可能很难走出去台湾了 因为你要花很多的心力 在这些专案 paperwork上面 我建议可以拿一部分 然后另外一部分 你自立自强 如果你都不能靠自己的本事过活的话 那会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建议大家是 我们应该把 我相信每个都有很多idea 你的idea去思考一下 这些idea对客户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把它做成产品 第二点我再补充一下 我是讲太多了 我是主持人 我们的VC非常胆小 我们VC胆小到不行 因为我接受过很多的VC VC在软体的评估上面来讲 一直没有像国外这么aggressive 如果VC产业不敢投资在年轻人上面的话 政府不要说好了 我觉得政府是带头 但是我觉得民间的VC比较重要 那如果VC不投的话 如果年轻人要创业 变成我们拿自己的钱来烧 我必须跟爸妈家借钱 把房子抵押 然后赌上家产来做个startup 这个startup就不能失败 因为一失败 我会整个请家荡产 家破人亡 所以导致台湾的 我们的新创公司变得非常保守 因为我们不敢失败 我托着老婆小孩爸妈的钱 我不敢乱 我不敢失败 一个不敢失败的startup 是很难有大要劲的成长的 像以色列的提到 他们是很敢于冒险的一个民族 他们真的是不怕死 而且也蛮会虎 其实以色列蛮会虎烂的 你们不要不要骗了 他们很会做生意的 这是我的观察 我觉得VC产业进来 才能让我们的一些idea 具现化成产品 而且能够走到全世界去 资安产业很小没错 可是你可以卖全世界的资安公司 资安的企业 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部分 台下有没有朋友有问题的 我先问一个问题 我现在是主持人 你是那个 就接着刚刚的话题 就是为什么VC不敢投 原因在哪里 他有钱啊 可是为什么他投不下去 你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是不是我们自己需要检讨 或者是有什么地方是我们自己需要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台湾并没有成功的软体公司 上市外皮膜 那赚大钱 并没有 那种小规模的还不够大规模 第二个是 其实台湾有钱人非常非常多 你很难想象 台湾有钱人非常非常多 台湾这些有钱人的钱 都托管给VC 让VC带着头 所以VC的子弹非常充足 但他宁愿去放在比较 比如说高科技产业 这种大规模的产业 因为软体业啊 我一次给你20亿你也花不完 你去买个金螺来烧 不然那钱是烧不完的 因为只有几个人而已 所以台湾的软体产业势 它的成本很小 可是它的放大效益很大 当然它的风险比一般软体 比其他产业更高 那VC不敢冒这个风险 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成功的例子 那为什么国外的VC敢投 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国外VC敢投 因为国外那些VC 都是藏过甜头的人 他们可能自己本身创过公司 卖过几次 他认为这个太好赚了 所以你注意看 像Facebook最近有个新闻 他们有一个基金 就是疯狂的投资很小的startup 你只要有startup 他们就投钱 反正全压他就对了 反正只要100间中个时间 他们就翻天了 那台湾在这边还没尝到甜头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 软体业要怎么营运 第一个是软体是服务业 我们用制造业的思维 去做服务业是很困难的 第二个假如回到资安来讲 资安不是用IT的思维 去思考的一个产业 他必须提到是服务的价值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 我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那在说服VCE方面 有没有什么建议的 就是 老实说 我其实这一阵子我跟VCE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些打交道 很难说服 真的非常难说服 因为对于一个新创公司来讲 我觉得各位台下很多年轻朋友 我们要用VCE的角度 来思考资安产业很重要 你要想想这个VCE怎么做 第一个是 VCE其实投在新创的这个阶段 是很少很少 台湾大部分的VCE都是跟风的 就是有一个人投了 其他人就一窝蜂跟着压 这个人撤了 全部人都跟着撤了 所以第一个人很难上 上车很困难 因为VCE要投一个startup的时候 看的不是你的BP 也不是看你的BP 你唬烂说我五年之后会上市 我会赚到多少多少亿 那全部都是乱七八乱写的 他看过这么多startup 他也知道你是乱写的 他看的是你的人 他看的是你这个人 有没有诚信 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这个领导者的氛围 所以这我觉得大家去练习的 我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 你去组织你的读书会 你去组织你的同学 你们一起去接个案子试试看 练习organize这些团队的人 新创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你要一群人 你只有一个人做不了事情 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你试着去办一些读书会 试着找志同道合的人 去接些案子 我最早的时候也是这种方式 做接几个案子之后 慢慢的就把志同道合的人 生涯规划差不多的人 凝聚起来 大家就可以做一些工作 如果我现在有idea 我有一个团队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因为你说VC很难找 VC都不投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你有你的团队 但你至少有个基本的人脉 你要找一两个reference客户 去买你的产品 重点 各位 当你做出产品的时候 不要免费POC 要他付钱的POC 为什么 有个付钱的记录 你才可以跟VC说 你看人家付钱的 如果你是免费的人 如果你是送的 所以有个金流的cycle 你不用赚大钱没关系 你要有个金流的cycle 证明这个产品 这个idea是workable的 而且是至少有人可以接受的 你找几个reference 也许不多 小公司也可以 没关系 至少是证明你是可行的 有一个基本的故事 再去比起前面唬烂 练嘴炮很重要 各位嘴炮一定要练一下 去包装你的产品跟价值 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 好我现在已经顺利接手主持人 那个我们开放下 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想要问的 不好意思 刚刚有提到说 陆琴的POC 那是在台湾市场来讲 我平时我们 应该正在一起吧 对 因为大部分的客户 应该还是会选择说 你先POC 你确定你的东西可行之后 我才愿意付钱这样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回答吗 我吗 我来回答好了 这是你要想办法的 你一定要让他付钱 买一包乖乖的钱也可以 至少要有交易的记录 你可以这样说 一开始前半段不用钱 后半段要钱 这些方式都可以 你一定要骗他付钱 可是他就已读不回啦 已读不回的客户 你就不要耕耘了 对 你要找对你有价值的 然后或者是说 POC晚他成交了 你至少要有一个 成功的记录 金流的记录 不然人家认为说 你工作从头到尾都没有收过钱 我不知道你的idea到底可不可行 你试想一下 你知道商业的价值跟模式 至少要说服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吧 如果连亲朋好友都不能说服的话 你怎么说服BC BC會很严格的角度 来看你的business plan 所以我建议是去找第一步骤 筛选有价值的客户去耕耘 那这些可能要靠人脉 靠你团队靠长辈的引荐都可以 对对对 去拜托去下跪都可以 反正这要一定要付钱 我顺便回答应的问题 就是 其实 现在台湾的客户很多 POC不愿意付钱 是因为通知性很高 大家就是比如说 五年前大家都在讲DLP 然后过去三年大家都在讲APT 所有人拿设备来测 因为你的东西所有人都有 然后就变成说 你需要去 说服客户说 拜托你让我测 那当然不会有人付钱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新创公司的角度 你要解决的一定是一个 unique的问题 那这种东西 你就有比较大的机会 反正认识的人多 大家都来谈谈 如果你刚好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我相信 如果你的东西是很unique 客户愿意付钱的比例 会比较高 对 当然POC付钱困难 但是至少拜托他买一套 十万块也可以解决 对 对对 但这个也是让你团队有激励士气 你不然连member都说公司这么多做了这么久 都一套都 一块钱都没赚到 都做免费服务 对都免费的话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把技术的价值做出来 还有没有问题 还没有问题可以问我们任何一位 雨潭人都可以 有没有 请说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像我们这些产业 不管甲方乙方跟原厂 如何跟地下经济的人 共同去抢年轻的工程师 因为 因为就像最近 我举一个比较远的例子 有个大陆的女生网红 有人打赏她 跟平台拆账后 直接拿了七千多万新台币 那这个人就不需要到 这些公司去上班 还是我来讲好了 我常讲这个产业 就是 我们做资单技术的人 通常都有特殊的超能力 可以做一些很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这个能力常常被黑暗的势力所引诱 然后你就会堕入黑暗的深渊 在黑暗的圈子里面 你赚的一定比做正常工作一定多 为什么 风险高的高报酬 如果做那个收的很少的话 你就不要做 这个是做心酸的 但我想告诉各位一个 假设有年轻的朋友有个重点 你做黑暗世界的工作的话 是没有credit的 年轻人最重要是累积你的credit 你在这个产业的知名度 你的人脉的connection 因为你接下来十年 可能不是靠技术 可能要靠connection 去制造更多business的 所以你如果一开始去做那个产业 比如说有一些奇怪的工作 你可能有些大公司的 比如说我记得金融业 都是会审核背景的 那你有一段 比如说我有五年的工作 我不能讲 因为我去打了某些站 偷了某些资料 那也不可能写在履历上面的 我想告诉各位是 你要做对你生涯规划有帮助的 你应该趁年轻的时候 去累积你的团队 你的朋友 所以我刚刚中午的时候 还遇到一个 我们研究生 台湾好厉害的一个同学 我建议他什么事情 各位你很难想象 我说你有沒有交女朋友 他说没有 我说建议你要在毕业前去交女朋友 去交女朋友 认识你的人生很重要 这比去演写成事更重要 对不对 我广告一下 台湾哈克年会 这十几年来 我们辅导了很多走歪的年轻人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在台湾哈克年会有一个目的 就是真的 假设你个人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在选择道路上 就是你可能心理上 有一些心魔会让人走歪的 请来找我们聊聊 我们通常 可以给你一些不错的建议 那真的 我们研究很多哈克技术 但是我们的目的就是 因为我们要了解哈克技术 我们才能做好的防御和防守 所以我们鼓励研究哈克技术 可是我们从不鼓励跨过那条违法的线 而且以长远来讲 machine learning 讲 long term reward 你短期的reward很大 可是长期来讲 对你是有很大伤害的 你像我这么嘴炮 做了十年之后 你看我现在也是在台上嘴炮 而且这样赚钱也不是说 很容易有成就 因为你可以累积你的credit 然后你就更多的connection 人跟人可以互相帮忙 我觉得非常重要 基哥要补充一下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需要担心的问题 这是个人职业方向的问题 那我最近 我记得听到好多人讲 赚大钱的方法都定义在刑法里面 对 那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冒险 那你们跟人家讲的时候 也有很大部分的人 其实是追求安全稳定的 所以 一样 如果大家有心魔的时候 请找中途少年之家 提提这篇 嗨客中途之家 我觉得我的建议是简单讲 就是想长远一点 你只要想长远一点 譬如说你想想看五年后 十年后 你想要变成什么样子 你想想看五年后 十年后的你 是什么样子 那 对 你就会有答案 我们圈子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现在人音不见了 挨开头的一个同学 他后来跑路了 过得不是很好 那就是不好的例子 我相信大家不要玩过头 有一个分寸在 你跨过那个界线 没有人可以保护你 这是很重要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是 后面有问题 请说 Henry同学 嗨 好便宜好用的工程师 好 那在台湾可能不是问题 那资金可以找VC 可以找爸爸妈妈 好 那我想问的是 下一 就是 如果 现在有一群年轻人 热血年轻人 然后也许他们也有一些 方定 那大家会觉得说 下一代资安产业 可以提供他们 什么样的方向 或者说 下一代的资安产品 大概会 它的样貌大概长什么样子 从哪个地方出发可能 比较有希望 如果说现在开始的话 我想听大家的意见 谢谢 你们先想一下 我也可以想 我这边给的建议很简短 就是 各位 各位 你们想要做点事情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想的不是说 我技术多厉害 或者是 或者是 我的团队有多强 或者是我 我爸有多有钱 那 第一个要想的是 我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重点 就是 你有一个想要解决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呢 是 真的是很多人想要的痛点 我想解决缺钱的问题 那就要找Berman 资安啦 对资安上的问题 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你有一个目标之后 而且这目标是 验证可行的时候 我觉得那才是一切的开始 你看全世界VC 很简单一个观察点 我建议大家 平常除了看技术 技术阿宅的一些部落格 跟文章之外 要看看商业的一些投资的情况 你看VC 每年投的方向就知道了 其实很多VC在 比如说现在AI才起来 AI现在热起来 可能三五年前就开始布局 他开始在投资 开始在并购 你看多看人家在买什么公司 多看人家投资什么公司 你可以闻得出味道 三五年后变成什么样子 各位请注意 你如果要做个startup 你的目标是三到五年后的市场 而不是现在 现在的话大厂都做完了 你进去只有死路一条而已 你要猜一下 三年后五年后是什么 怎么猜的准的 没有人说的 未来事情没有人说的准 这就是你的gut feeling了 那至少可以观察是他们投资的 有一定的方向性 那第二个是有些议题 其实都在操作 记得你要记住一点 当你在要startup的时候 你要选择的题目 其实那个巴紫卧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你要做一些有意义的包装 让这些VC懂你的做的东西 那他们比较好理解 比如我决个例子 VC可能他 其实VC也是个管理员的 他钱不是他的钱 他是公司对钱的管理员 老板该有个目标 今年70%投AI产业 那如果你讲的不是AI的话 他就不能用到70%投你了 他其实有工作目标的 那你要掌握他们的想法 这也是很重要 第二个 不管产品怎么样 我有个建议是 你一定要喜欢你的产品 你不要做出来 只是为了骗一个案子 你自己都不用 所以一个治安产品 自己要常常使用的 自己都在扫我自己电脑 像我自己写程式 每天扫我自己电脑 我自己都有在用 有些面店的老板自己煮面 自己是不吃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厨房很可怕 做出来的菜也没人敢吃 所以自己去用 朋友去用 收集这些feedback 然后慢慢的一步步去规划 一个好的plan 一个聪明的人 计划是可以时常变动的 产品是没有spec的 有spec的只有代工业 台湾的代工业是有spec的 软体开发是没有spec的 你想象一下 没有spec的产业下 你要怎么发展 这就是 对啊 看个人造化了 对 我想补充一下 第一个是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你觉得重要 而是很common 大家都有一样的问题 当然这是 第一个重要 第二件事情 你要选对一个战场 就是 你只有10个人 或是你有100个人 你作战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我想前一阵子有一个駭客创业 失败的案例 GeoHart 他选的战场是 他没有办法处理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算有 再强的武功 也是施展不开来 因为实体上你选的战场 已经决定了你的 大概八九十的成功几率 大概就已经在那边了 那还有呢 就是不要沉迷于技术 因为startup随时都会在变动 市场也是随时变动 你的方向不可能不变 你还是要去了解市场 现在有其他谁在做什么事情 你要调整自己的策略 我想这是一个经营最基本的 你要考虑到一些方向 那个对 其他几位也没有 你们都没有讲话 好像KTV一样 麦克风拿着就不放了 那个我把题目拉回来一下 今天的题目其实不是聊创业 我们题目是什么 就是资安从业人员的心酸 所以 只要你在资安从业 你从事在资安 或未来想要做资安的工作 其实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问 好不好 就是不一定是要资安创业 那个麦克风 可以 各位要贴起来 我是第一次参加ACON大会 我先前在 他要看他自己服务了四五年 对 所以 也在大前面讲过 然后 后面有去树典资安 等等的 所以 那我自己有爱手 所以 我本身是 加以放都呆过 十年换了十三 十四家公司 对 在加以放都呆过 那我的想法就是 其实啊 资安的 因为如果是讲资安工作的话 首先 我觉得资安工作 其实是非常routine的工作 怎么意思呢 我举例还讲好了 现在大家 有没有一些概念觉得说 如果你的网站是要用 有 让人家输入账号密码的 是不是应该改用HTT EPS 但这时候也没有 有些手都还没有 还是HTT 对 那 甚至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再来就是 你有 你有六十台伺服器 你之前有三届的NIS离职 那些帐号没有砍掉 也没停 也没改密码 你要不要做 那最后 其实资安 我一直 也是做资安工作 从系统工程师 资安工程师 防毒软体工程师 然后听力 到现在做DAS DAS DAS最近比较熟 对 那 在资安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 就只有一个宗旨 如果你是 不是在乙方 你是在甲方 而且你是做NIS或IT 其实现在都是 那个都是 算 资安都算IT的工作 因为公司很少要再请一个 资安装厂的人来帮公司做资安 对 那就一个原则 就ISO第五条 要有最高管理阶层的承诺 只要没有这个的话 资安一定不能推不了 百分之百推不了 是失败的 为什么 今天 公司 就是你们如果先知有很多在做开发人员的 开发团队的话呢 可能你们都用MAKE 用UVANT 好 那你要不要LUTER 你要不要给他有的命 他说我Xcall不能装 我不能加AD 算也可以啦 但是管不了那么多 所以其实现在资安人员 应该说如果你是focus在资安工作的话 只要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承诺 或者是你不是直接在总经理室底下 那这个资安工作 事实上你会做非常非常的累 而且你就是一个NIS而已 而且你的成绩应该 如果我们把它分得比较清楚 系统工程师 NIS 网管 还有再来就是资安工程师 台湾其实在普遍在台商的甲邦 是不会有资安工程师这样的去 他也不会给你这样的配 如果你就是说你懂资安的一些技巧 你应该得到更好的配 事实上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现在是在外商 我在美泰的工作 这最后我就是 我也在Gambling大概过了 将近两四年 跟着给的蛮高的 那这个是现况 台湾的现况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的财商 没办法把这些的经费 用在去培养这样的一个人才上面 对 这是我们要 各位可能如果你是有 在当公司的管理阶层 或者是 那是你们要考人的地方 对 好的 谢谢 谢谢 非常棒 这个是很多年的心得 那长官的重视跟授权 非常重要 不然这个资安的营运跟管理 是无法落实的 刚刚还有一位朋友 就是 来 请收 你好 那 因为当机有的时候 从刑法来看 会有很多违法事 那我就从法律面来看 来看资安从业人员的一个生涯 因为最近呢 其实在行政院有提出 那个自通安全管理法 在立法院已经一读了 那针对这个法案 像是刚刚前辈讲的说 台湾的企业啊 组织啊 不注重资安人员这一块 它可能只是个NAS 这样 但是呢 在这个自通安全管理法 其实是说 未来公家单位 它要订定一定数目的资安人员 那并且是在组织里面 又像是有 像是我们传统知道说 行政会有这种主机啊 或人事这种独立部门 那么政府呢 机关也会订定一定名额的 这些资安人员 然后再独立的部门这样 去做一个 对政府单位的集合 那这部法案 还有就是说 民间单位 它其实也有一些要求 但是 因为毕竟公家单位 可以强制 但是私人没有办法强制啊 那想说 如果之后这个法案通过 那各位先进可能 会觉得说 这会不会是一个 对我们资安从业人员 从事相关白帽 海客这种 就业机会的一个提升 或一个契机 那想说 请问各位先进的看法 什么 我先回答 我当然认为这是个好事 至少 我们比好几年前更进步了 我们更重视了 我们这种政策 从法律制度上着手 那一定会遭受 就更多的机会的 那 但我想听听 那个 只有三位一直没讲话的人 的意见一下 你们觉得自动管理法 对于自然产业的影响是什么 不能领通告费哦 我先讲一下 通告费吗 我先讲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 当然 其实说真的 真的你知道回归法律的时候 那真的就是 完全就是 就是强制了 那强制当然 好 不会是坏事 它绝对是一件好事 那只是说 好的层数可以好到哪里 那 这个 其实 所有人都还是需要被教育的 就是 其实 其实 大家对这一块的知识啊 或者是 感受 其实还没有那么深刻的时候 其实 坦白讲 我只能说 你自己是职安人 你就要去多多影响你周遭的人 多多去 甚至是平常就要去教育你身边的人 一些职安的知识啊 或尝试的 那 你 越常去影响别人 所有的人才会 有机会被这些资讯所影响到 那他们才会知道说 这些东西真的是 真的是 你只要 你真的是要让 治安生活化 它才会是真的东西 是 好 这个 我们 石美琪小姐 想要发表一下意见 好 因为讲到治安法 我一直在想说 其实 针对治安法这个议题 其实我觉得整个市场上 已经讨论的 非常的沸沸扬扬 可是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回归到 它是 在现实面上面 其实它还是有 一定的 这个 conflict 就是说 我今天我订了这家公司 或是我先从政府采购法 先去订 政府采购法 以后 以后你在采购 治安软体 或是相关的网络软体 或是硬体的时候 你要有70% 你要来自于国内的 治安的企业 那这个治安企业 那这个治安企业 我们现在就 就会同时 他就会考虑到说 请问现今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台湾现在有很多的SI 但是台湾的自主研发的 这种资安软体的公司 其实它数量是少的 可是当我 治安法一旦通过之后 请问这些采购单位 他要去哪里找 这些国内的资安 有足够的资安软体 或者是 他的 国内这个治安软体的 这个程度 是不是已经跟上来 跟上我们国内的 国外的一些大厂 他们的规格了 这其实我觉得 在定 治安法的时候 或是我相信 这些在 定法的人 或是 在当中的 所有的角色的人 他们其实都是 都是 我觉得都是要去 考量进去的 但是我相信 就是说定例 这个治安法 它在long term 它一定会有一段 那个挣扎的时期 但是我们希望 它是在long term以后 它会是一个 往正向的发展 鼓励 我们刚刚提到说 台湾就是它这个 至少把内需产业 它是能够让 台湾的资安的产业 是活下来的 的一个long term的 一个很好的管道 我也觉得是非常正面的 所以大家还要努力 但是希望不要 跟以前各自法一样 喊一喊之后 其实没几个人被罚 所以常常开始很皮 甲方大家很皮 反正招雨伦罚再说 那就变得不好了 最后没有一个问题 有没有朋友要问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还有十分钟 有没有 这个 你要问问题吗 欸 雪莉 你不是应该当主持人的吗 怎么 现在 不好意思 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就是 因为刚刚都有听到 很多前辈有在分享 比如说像是 原厂的 或是政府单位 或是一线工程师 或者是 甚至自己开公司 你们都有分享很多 有关资安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好语话 那我这边想要问一个问题 因为今天来场的 会众 他们其实不一定都是从事职安的 他们可能又是专门针对写程式之类的 那 有没有什么样的 就是建议说 对于在职安这个领域 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可以生命的行业 因为主持人说我都没有发言 所以我就讲一下话 我觉得自己的价值自己清楚 自己想做什么事情 自己想 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来自于自己的心 如果你觉得自然场也有价值 你就可以往这边的路继续走 如果你觉得写程式是有价值的 你也可以在写程式写出一片天 如果你觉得在卖鸡排那边是有价值 你也可以卖出鸡排卖一片天 我觉得鸡排其实还蛮好赚的 对 那终归一句话 其实顺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工作上里面是有热忱是开心的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如果当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不太开心 那真的是要思考一下 是否是在这个领域继续要继续走下去 那支持你走下去的理由又是什么 对 这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很好 因为你真的要做出热忱 然后才会有更多的正向feedback 才会跟得进来 请说 其实我刚才回应 市民起来的条例讲 在法里面的法案 没有任何一条 并定说 台湾的未来政府企业的沾产 都去成要用排场的部分 完全没有 所以我不晓得 你到底有没有看过治安法的条文 你这样讲 其实是会造成很大的误解 现在治安法的推动 已经在立法院卡半死了 然后你再这样讲 如果大家又不 进一步去了解你 那个实情状况的话 我觉得你 会变成 你是 你不是产业的推手 你是产业的扼杀和选手 好 这是我的想法 我只是要欺败你 刚刚的回应 好 这个很可怕的一句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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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 知道这个问题 你有要回应吗 还是 好 那 就是回去再多研究 谢谢 对 治安法还是 大家都关注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在死阿宅 大家都不管立法院在发生什么事 其实影响很大的 没有 治安法 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看法 虽然治安法现在问题很多 细节问题很多 但我 我觉得我还是站在一个支持 支持治安法的立场 因为治安法的状况是 我觉得它绝对是对治安产业 有很直接的一个帮助 那治安其实是 有时候是要被逼着做的 不然真的会 大家是很疲的 那 所以我觉得 治安法 是对治安产业 绝对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虽然它问题很多 但是我觉得 有总比没有好 不要赞我 拜托 我说不要赞我 拜托 我们还可以 问与会者最后一个问题 或是什么 成为一名駭客之类的 如何赚大钱 请说 在座的各位 请问一下 因为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吴老师就讲过 我们的人才培育的问题 那各位业界认为 这个人才培育的问题 要怎么办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来 黑抗13年 就是我们很努力的 在做这件事情 人才培育很多面向 那我们当然是需要 从这个社群 跟社会教育上面着手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我认 我的认为 我以为 我觉得治安的这些专家 人才 是不能培养的 就像变种人一样 你不可能把正常人 变成变种人 他们只能被发掘而已 你可以发掘有潜力的人 有热忱的人 然后把他带到X学校 然后培养成对正义 有帮助的变种人 专家虽然不能培养 可是前线的资战人员 是可以培养的 这两个应该是分开的 大家可能都好像混在一起了 这些特殊能力 像台湾有几个ORANGE 就是 台湾有两个ORANGE 一个是做背板的ORANGE 一个是打CTF的ORANGE 其实这种人才是很少的 而且是非常难培养 非常难从训练上做起来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但是如果你有很好的SOP 跟工具跟流程 你可以训练很多的前线的 资单工程师 来做工程的部分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补充一下 就是高阶 非常高阶的资单人才 的确是需要一点运气 就是我们很难培养出 比如说下一个ORANGE 但是我觉得 应该 我觉得我还是要带来一些 比较正面的消息 各位知道 HECON这几年来 有多少日本人来参加吗 我们的会众 我觉得至少有 可能有10% 是 那包含HECON Community 和HECON Enterprise 或HECON Pacific 那 我们来自亚洲周围国家的参加者 非常多 因为每个国家都在问我 我常常在各国跑 很多社群的朋友 或是业界的朋友 问我 他们都说 你们到底怎么培养资安人才 为什么台湾的资安人才 可以这么多 然后可以培养出这么好 这么优秀的资安人才 那包含HECON 台湾社群的活跃 然后一直到台湾 很多资安人才 在国际的表现 然后出去比赛的表现 其实都不错的 但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这些人才最后培养出来了 有很多很好的资安的skill 然后很好的资安的knowledge 然后 可是最后 其实却不是在做资安的工作 我觉得这才是 我觉得是我看到 比较大的问题 那 我补充一下 就是 我们人才 当然还不够 业界需要的人才 还远远的不足 所以 早上吴老师 他其实这几年来 很投入在资安人才培养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所以 对 请各位也可以支持 或关注各个资安人才培养的program 那不只吴老师 知识会其实也做了很多 这几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反正只要有一个运动 稍微有一个人比较厉害一点 大家就要一窝蜂 就要培养那个人才 那我想这几年大概也有这个状况 大家忽然觉得说 CTF大家表现得很好啊 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资安人才 但是我想回过头来 这个人才你培养出来要去哪里 这是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其实就好像就是说 美国大联盟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它的市场在那边 就是它 它们的人是有出路的 所以就鼓励很多人往这边走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看大联盟很风光 其实大联盟还有小联盟 1A 2A 3A 其实下面很多苦力工程师在那边撑着 撑着金字塔顶尖这些人 所以刚Birdman讲的说 顶尖的人没有办法训练出来 我部分同意 因为你环境好的时候 就可能这些人就会冒出头 你可能没有办法训练出什么 皮卡索 莫内 但是如果你的国家里面 很多画家的时候 这些人就容易冒出头 那我想回过头来看 这个其实是 寄生蛋那个诞生机的问题 所以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好 今天差不多这样子 我们这次的Panel Design 比较特别 我们从一开始 从前线工程师的一些干苦谈 到一些产业的发展 到甚至谈到新创的部分 还有大家提到人才培育 这些都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那我只能说 治安是很有搞头的一个东西 只要持续搞就可以有搞头 对 大家要努力下去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这样子 我们起来一下吧 好 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 那我后面还有吗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拜拜